孙營搭着出来的茶湖茶杯酒 还是经过高温咬售的头杯 方便美术馆 演出过去年台湾第一期认典 来自专台四十四位 业势家都来将近百岸 各种的第一期 和面将职会来欣赏 我们固定在每年 三月跟四月份 都会做这相关的茶器的展览 这是我们延续 今年2017 台湾陶艺家 和湖艺展的一个展览 今年继续来高班 在这里非常丰富 有各式各样 我们不管是老中青 三代的陶艺老师 还是我们的银器老师 精工类的老师 都有在我们这里做展示 方便美术馆这些 中文廖晓慧的表述说 今年同样带来精彩的作品 当中有很多不少特殊的茶器 包括盐眶湖、银湖 还有这个多少百万 尊敬大资的精湖 进行台湾的文化 还有茶器创作 特殊契合 林永胜老师的白柚系列 还有陈水玲老师的精工 金甲银 都在这里展示 还有佑正明老师的盐眶湖 茶湖、茶杯 都非常特别 尤其他用一个雄鹰的头 在这里非常壮观 还有我们雷安平老师的雕工 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漂亮 还有我们蔡永之老师 也画工 画中丝、竹叶 画得栩栩如生 虽空一百 到完第一期人店 就有一个芸术性化化、 性化芸术化的精神 以茶器具来设计 这位餐店主题 这也画面将 看得不一样的 台湾化的形式 以及主题的风景 我们现在开始到 各位老师 也画面将 这会来到方圆美术馆来兴兴 那我们带你们当更幸福 将军擦红包的 我们下期再见